每年我国从1月中到3月尾 由于受到东北季后风的影响 我国半岛各地的降雨量 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减少 气候也会变得比较炎热干燥 这个气象局在上个星期也发文稿说 尤其在马来半岛北部州属 包括吉打玻璃市都面对干旱天气的问题 预料这样的情况会一直持续到4月份 不过这对当地靠天吃饭的渔民来说 是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生计 一艘艘渔船搁浅停在岸边 由于受到东北季后风的影响 导致多个地区开始进入干旱季节 在玻璃市的渔民只能到渔船上进行维修工作 为了减少成本开销 部分渔民还被迫与其他同行共享渔船出海捕鱼 但他们还得抓准时机碰碰运气 面对持续干旱的天气 渔民捕获的渔产量减少 造成部分渔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随着渔民捕获的渔产量减少 这也导致当地巴沙特定的鲜鱼价格翻倍在飙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